为什么在寒冷的冬天 在室外说话或跑步时 有没有注意到吹出来的气像白雾一样 小朋友都会觉得这很有趣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 人的体温一般都是在36度左右 冬天的气温低 吸进去的冷空气经过喉咙、嘴巴以及腹部 而这些部位都含有水分 所以随着每次呼吸 从身体释放出来的暖气都含有水蒸气 其实水蒸气是无色看不见的 属于气态 但是周围的冷空气 让水粒子移动变得更加缓慢 彼此更加靠近 慢慢的在空气中形成小水滴 这整个过程称之为凝结 在太阳光的照射下 看上去就是白色的 呈现冒白雾的现象 在白雪纷飞的环境下 湿度很高 则越明显 在生活中 也有许多类似的情形 比如从冰箱拿出来饮料 有表面冒汗的状况 在厨房煮开水沸腾时 由气孔冲出白烟 夏天吃冰棒冒白气 冬天湖面冒白烟 在舞台上放干冰出现的白烟效果 都是这种现象 水汽一直存在空气中 不但摸不到也看不到 在房间里湿度高就容易涨霉 但可以用厨师机来侦测 并集中水汽 一些饼干或豆皮等等的干燥食物 在空气中也会变得湿软 吃起来口感会差很多 也容易变质 就会变得湿软